一期记得 赛季开始前大家都觉得 完了 太阳要废了 没什么大的补强 上赛季的阵容问题仍然存在 外加杜兰特老了一岁 扑克又身陷转汇传闻 有一点那个风雨飘摇的味儿了 结果几场球下来 太阳打得还真行 五战四胜 排名升至西布蒂阿 这成绩除了要仰仗几位老将以外 少不了新秀莱安邓恩的功劳 作为28号秀 一般来说不会对他抱有多大的期待 而且这哥们大学生涯 三分命中率才20% 和太阳的体系明显格格不入 结果就一个夏天 邓恩就把篮子给练出来了 截至目前 邓恩无场比赛场经贡献9.4分 其中三分线外的表现颇为惊人 投出了44%的命中率 合计命中了11G三分球 是本届新秀产量最多的球员 库里这赛季三分命中率也就41% 而且产量还比邓恩少了一个 对阵快船的比赛 要不是邓恩轰下4G三分 可能也就没有太阳最后的打逆转了 所以知道为什么要重点夸一夸他了吧 这可能是太阳管理层 今年夏天最棒的一笔操作了